母亲给两个孩子都准备了午餐 表面上看去一模一样 但饭盒的背面 却藏着他对哥哥的偏心 别人家的父母对孩子一视同仁 可对于他们家来说 母亲却尤为偏爱自家哥哥 并且还是极度的偏心 因为先天性的纯恶劣 外貌上的不同 导致哥哥变得自卑内向 所以对于这个特殊的孩子 母亲可谓是倾注了自己全部心血 但同样的 他却忽视了对弟弟该有的关爱 而为了帮哥哥做修复手术 母亲更是掏空了所有积蓄 有时候弟弟只是想满双心血 可换来的 却是妈妈无情的巴掌 弟弟天真的以为 只要生病就能得到母亲关心 可他自以为是的假设 却成了母亲眼里的捣乱行为 而在他厚此薄彼的观念下 造就了两个孩子长大后的不同 哥哥性格内敛学习优异 但弟弟却经常打架惹是生非 而这样的情况 自然导致母亲的偏爱更为严重 不仅会单独为哥哥买名牌衣服 甚至还专门缝上了护身服 听着母亲毫无掩饰的关心 弟弟脸上虽然毫不在意 可等回到房间后 却又立刻抢走了那件衣服 还嘲笑一脸呆瓜的哥哥 完全穿不出大牌的感觉来 对于弟弟的挖苦蛮横 哥哥早就习以为常了 因为身体上的缺陷 他从小都独享母亲的爱 所以平时尽量都在照顾弟弟 可青春期的占有欲 又岂是衣服这么简单 这天一个叫美玲的女孩 同时闯进了兄弟俩的视野 女孩不经意间的回眸 更是给弟弟看得怦然心动 而作为文艺青年的哥哥 同样对眼前的女孩一见倾心 明明近在咫尺的距离 可由于外貌上的自卑 却始终不敢上前开口表达 只能将自己的心意 一点点描绘在了日记本里 而相比腼腆的哥哥 弟弟的做法则更为果决 他知道美玲喜欢文学 于是一股脑地加入文学社团 靠着没皮没脸的性格 很快就引起了美玲的注意 然而像他这样的笑话 身边最不缺的就是追求者 其他班里的流氓知道后 更是直接找上了弟弟 要求以男人的方式决斗 弟弟原本就争强好胜 自然不想放过这个机会 他三两下就将流氓打倒在地 可没想到对方不讲武德 竟趁机用沙子偷袭自己 受到视线影响的他 一时间被揍得根本站不起来 而此时一旁的哥哥 终于忍无可忍地一冲而上 即使被打得鲜血直流 哥哥却也没有丝毫退缩 弟弟趁此机会 一板砖敲晕了眼前的混混 虽然这场争斗结束了 但事后的兄弟两人 又不得不面对学校的处分 母亲也被校长叫了过来 而受伤学生的家长知道后 更是对着众人直接开骂 母亲已经为此道歉了 但这位父亲却还是不依不饶 甚至对着母亲出言不逊 说单身家庭的孩子 就是爱惹是生非 这让一向内敛的哥哥再也受不了 这是哥哥生平第一次挨打 但并不是因为他出言挑衅 而是母亲想要告诫他 无论在什么情况下 礼貌都是一个人最重要的东西 最终 在母亲答应掏医药费的情况下 年强也算结束了这场闹剧 可惹了祸的弟弟 原本以为会遭到妈妈批评 但没想到母亲这次 却反而语重心长地说 而经过这件事后 兄弟俩的关系也变得愈发融洽 每当哥哥在学校受人欺负时 弟弟便会挺身而出 而弟弟惹祸被学校处罚后 哥哥也会默默帮他干活 事后两人还会爬上屋顶 仰望着一望无际的天空 而那云层里藏着的秘密 就像两人充满遐想的未来一般 然而好景不长 此时的美玲却主动找上了弟弟 表明自己想要和他在一起 面对这猝不及防的爱情 弟弟简直开心地找不到北 他想给美玲写封情书 可无奈自己文笔不行 写了半天也没整出好的文案 不过他知道哥哥的文采很好 平时都会在日记里写点诗词 于是趁着哥哥出门 便准备偷看他的日记 结果却意外发现里面的画像 竟和自己喜欢的女神一样 只是得知真相的弟弟 并没有因此放弃对美玲的追求 反而撕掉了哥哥写的诗集 当着全班开始朗读 而这温暖真挚的文字 更是瞬间捕获了美玲的芳心 两人很快就确定了关系 然而这甜蜜的一幕 却被路边的哥哥看个正着 他不想打扰弟弟约会 于是只能默不作声地离开 可回到家后的他 却发现日记上的画像少了一页 哥哥瞬间就意识到了一切 他把剩下的画像彻底撕碎 借此宣泄着内心的不满 毫不知情的弟弟回来后 一如既往地开始使唤哥哥 可这一次 哥哥却不想再顺从他了 兄弟两人闹得不欢而散 而看着满桌子的碎片 弟弟这才明白了其中缘由 心烦意乱的他最终找到美玲 并向他提出了分手 因为弟弟心里清楚 这份感情原本就是偷来的 所以不要也罢 就这样 青春期的爱恋遗憾退场 之后兄弟俩也迎来了不同的人生 哥哥以优异的成绩考入医学院 弟弟却因为学习不好 又没有一技之长 只能靠着蹲级重新考试 而母亲为了帮两个孩子挣学费 拿出家里的全部存款 投资了一个前景不错的项目 然而高收益必然伴随着风险 等母亲刚交完钱后 开发商就带着巨款跑路了 弟弟得知情况后 一路之下冲到了中介公司 开始对着负责人大打出手 可任凭他如何闹事 这笔钱肯定是找不回来了 而弟弟也因为蓄意伤人 被警方带回了拘留所 面对即将到来的牢狱之灾 弟弟平静地给哥哥打去电话 脱胎以后照顾好母亲 可他没想到的是 此时刚好一个讨债公司的老板 看中了弟弟身上的果敢 于是靠着手里的人脉 轻而易举地把他保释出来 并准备将弟弟内入麾下 弟弟原本不愿意答应 可想到家里现在的情况 他又不得不肩负起 照顾母亲的重担 最终弟弟答应了老板入伙 可没想到第一次的任务 就是到自己的邻居家要账 而且对方家里的傻儿子 还是自己哥哥最好的发小 一时间于心不忍的弟弟 终究还是拿不出催收的勇气 只能配合性的踢踢桌子 而这种无力的要账行为 自然对邻居产生不了任何威胁 最终不仅钱没要到 还被邻居持刀赶出了门外 而当母亲得知这件事后 直接被气得火冒三丈 她作为一个单身妈妈 能抚养两个儿子长大 原本就已经很不容易了 可没想到不学无数的弟弟 竟还干起了黑社会的工作 母亲毫无缘由的指责 让弟弟几乎濒临崩溃 他受够了这种毫无立场的偏爱 如果不是为了减轻家里负担 他又怎会干这种替人要账的买卖 可自己一心为家的举动 却反而引来母亲的严重不满 最终一枪怒火的弟弟 转身来到了邻居家里 将多年来积压的情绪 全部发泄到了这对母子身上 受到惊吓的邻居大婶 赶紧慌里慌张地拿出了欠款 可等弟弟清醒过来后 这才意识到自己做了什么 他不想一错再错 于是主动找到老板提出离职 而与此同时 另一边的母亲 也终于向哥哥谈录了自己心声 他知道弟弟性格坚强 就像一个丈夫一样值得依靠 而哥哥因为性格柔弱 所以母亲潜意识里认为 他才是那个需要被照顾的孩子 也正是因为这样 弟弟才会对此心存芥蒂 而哥哥在得知母亲的想法后 也是找到了喝闷酒的弟弟 兄弟俩第一次敞开心扉 两人边喝边聊 十几年的心结慢慢就此解开 不管是宠爱也好偏心也罢 他们总归是亲生兄弟 就没有绝对的宫廷宫正 最终弟弟释怀了一切 而那件被他抢走的外套 也重新还给了哥哥 可万万没想到 这原本无心的举动 却直接导致了哥哥死亡 因为邻居家的傻儿子 一直对要账的弟弟怀恨在心 而在这天夜里 哥哥刚好穿着那件衣服出门 出于报复心的傻子 误以为眼前的人就是弟弟 于是抄起路边的石头 一下下宣泄着心中的怒呼 等弟弟回家时 刚好撞见了地上的尸体 而看着满脸是血的哥哥 弟弟第一次为自己感到懊悔 如果他没有抢走哥哥外套 那原本无辜的哥哥 也就不用遭此非来横活 但可惜的是 世上没有悔不当初的逆转 而哥哥的死 同时也为家里 笼上了一层阴霾 母亲变得情绪失控 整日守着哥哥的衣服 郁郁寡欢 可偏偏这个时候 哥哥生前订的花篮如期而至 虽然哥哥不擅长表达 但却用行动一直关爱着家庭 他知道母亲喜欢鲜花 所以每次过节都会提前预定 他也知道弟弟喜欢美玲 所以也会甘心主动放弃 而看着哥哥留下的信件 弟弟终于明白了他的用心 现在哥哥走了 而自己唯一能做的 就是带着哥哥的那份责任 好好照顾年迈的母亲 也只有让他过得幸福 才能让哥哥在九泉之下安心